嗨各位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Cynthia 我是伊恩 這次伊恩來台灣的時間比較長一點 所以就想說可以多拍一點關於我們的影片給大家看 我前兩天有在Instagram上面問大家 有沒有想要問我們的問題 那今天就是要來簡單的回答大家 準備好了嗎? 我們要這樣 第一題是誰的脾氣比較不好 一二三指喔 一二三 脾氣相較起來是 就是我很容易生氣 但是我也很容易消氣的一個人 他是很不容易生氣 但是他如果一旦生氣 他會就是記比較久一點 對嗎? 消的比較慢 對 那時候我們在road trip 遠距離開車 這個人每次歌還沒有放完 就切到下一個歌曲 那我就覺得 我們都還沒聽晚上一個歌 為什麼要切下一個歌 那我就覺得很煩 最嚴重的一次吵架 然後是怎麼和好的 我不知道我們兩個最嚴重的吵架的定義在哪裡 我先講我的好了 我記得是他有一次 有兩個他的朋友 然後其實我也都認識 後來他讓他兩個朋友留在他家的客廳睡覺 然後我就是知道之後就會有一點不開心這樣 我覺得那是我就是跟你生氣最長的一次 後來是他去香港找我 然後我們就是有稍微把它講開這樣 就是他跟我講他的想法 跟他為什麼會這樣做 然後我也跟他講為什麼我也不開心這樣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講開的啦 你呢? 一樣吧 或是就是像以後搬去哪裡的事情 因為你也不知道你的工作會跑去哪裡 我也不知道我的工作會跑去哪裡 就每次討論到這種東西其實就會蠻敏感的 就是沒有現在 沒有一個結論的感覺 沒辦法做結論 你們會覺得長遠距離的關係嗎?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怎麼會避免呢? 我覺得遠距離本身就是蠻辛苦的一件事情 因為就是另一半他不會常常在你身邊 然後像我們的情況已經算好的 我們可能一個月可以見到一次面 可是有很多人可能是半年或是一年 可能就是只能見過一次這樣 辛苦有他辛苦的地方啦 但是就 我的想法是 我們兩個現在都有其他在追求的目標 例如說 他有想要去念書 或是他現在在工作上面 有他想完成的事情 然後我也是這樣子想 所以就可以把它想像成 你們兩個都各自在為自己努力 然後都為對方加油這種感覺 好感人喔 我自己講的都覺得很感人 好厲害喔 謝謝 說得好 但是你說會不會對於遠距感到很累 我覺得一定會 尤其是 就是遠距離 你不能把它變成是一個無限期的遠距離 我覺得那樣真的會很辛苦 所以我們每次都會一直討論說 我們下次見面會是什麼時候 或者是我們未來有什麼樣子的規劃 或者是什麼樣子的方法可以 就是不要遠距離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是雙方要去溝通的地方 對 還有道理吧 yeah yeah fancy woo which language do we speak with each other 我的話 我覺得我比較常跟你講英文 因為我在練習英文 我就混在一起 喔對 其實我們兩個應該是 中文跟英文混混在一起講 因為我主要是想練習我的英文 可是有些英文我表達不出來 就用中文 那他一樣 vice versa 他會用中文 但是他講不出來的時候就會用英文 這樣 但是我們在打字上面基本上都是用英文 就是在溝通 出去玩會跟男朋友說好穿同色調的衣服嗎 一起回答 1 2 3 但不會 沒有 就我不知道我在情侶裝沒有很大的憧憬 然後也覺得就是 穿出去有點尷尬 但有時候我們 反正我們衣服也不多 對 很容易會撞 就是例如說我們昨天都穿灰色系的啊 或者是黑色啊 Hoodie什麼之類的 但不會特別說穿 有時候約好說 啊我們明天要穿黑色喔 這樣不會 平常有給對方的 nick name 我沒有 他沒有 我會叫他寶貝 但是 在別人面前就叫他Ean 然後他就是叫我 Cindy啊 你要給我個暱稱啊 現在如果你要選一個的話 你會給我什麼 Azen Azen嗎 換一個 Azen Azen OK When's our first love 我的第一個男朋友是大學二年級 你是什麼時候 High school 高中 你這個早熟的孩子 No 有沒有我們曖昧時候的故事 讓人受盡委屈 就好了 他犯我鳥很多次 鳥 就是ditch ditch me not what 曖昧的時候 因為只有我有車他沒有車 所以都會是我去接送他 基本上 就會把他送到學校去練舞啊 然後 然後我們可能會去吃飯什麼的 我記得其實最開始對 對方表示好感的人 是我 就我很早就跟他講說 欸我就是還蠻喜歡你的這樣 但那個時候他就是還沒有確定他的想法 我記得很清楚 因為那天我們先去吃了佛 然後再去唱了Kiraoke 回家的路上就是我有跟他講 我那時候一度就覺得應該是沒有再下一步了 因為 就覺得好像他沒有 很想要繼續下去的感覺 我那時候只是不知道遠距離要怎麼做 就會很難做決定 所以想說自己先做決定 然後呢 Cynthia有搬去跟伊安一起住嗎 1 2 3 有 有 但是主要因為我們兩下也沒有確定說 以後會在哪裡 就是他以後也不一定會一直一直都待在日本 那我以後也不知道會待在亞洲哪個地方 或是我會回去念書嗎 還是怎麼樣怎麼樣 這些事情都還是一個未知數 但是你說未來的目標是不是 可以試試看到同一個地方 住一段時間 我覺得是 因為我覺得我們兩個 因為遠距離的關係 所以每次見面都會感覺很多 好像一切都很美好 然後也很少吵架 我們從以前到現在應該只吵過一兩次吧 都很快 就是可能一天就差不多好了 對 就很少 那這中間好像發生的都是很好的事情 可是我們一直沒有很長時間的住在同一個地方過 那我覺得我們兩個的想法是蠻相近的 就是 假如我們有一天可能住在一起了 然後發現說生活上面有很多的習慣不一樣 或是價值觀也不一樣 那這個時候就可能要再認真的考慮說 欸我們現在這個階段到底適不適合 我現在很open的講這件事OK嗎 哇喔妳好mature喔 I know right I'm 26 好厲害喔 好像世界變得比較大一點對不對 對 有不然妳之後就會很討厭我欸 喔 如果妳去切割的話 我跟妳說 如果我跟妳住在一起 我們每天切 我看妳怎麼辦 你們會講台語嗎 不會想 不會想 不會想說 我也要說一點點 沒有練懂 我的台語沒有練懂 我不會想說台語 TOO 不會的好 我以前在學校的時候可是有教過台語課的呢 雖然我那時候台語真的超爛 就是我認真只會講一點點 然後我就會從 一、兩、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蔡奇亞 喔蔡奇亞 嗯 我真的會講的很少 那時候我覺得我能夠錄取也算是蠻厲害的 見家長的經驗分享 這個很好笑 先講妳的好了 妳第一次見我爸爸媽媽的感覺是什麼 就來台灣嘛 欸妳爸爸媽媽會看這個嗎 一起吃飯對不對 然後我就覺得 喔 討論的題目好像有一點困難 我中文好像完全聽不懂 喔 因為就講很多 難聽 聽得懂的東西 對她很緊張 就是聽不懂 然後不知道我現在回答的東西有沒有on topic 回答對不對 但是她後來就有一次是跟我們很大家族的人一起吃飯 原因是我有些哥哥姐姐的英文也ok 所以就是可以很順暢的溝通 然後另外我有一個cousin她的太太是日本人 所以他們小孩也會講日文 然後就是可以跟她稍微玩耍一下這樣 我跟她在一起的不知道第三天還第四天 我就見她爸爸媽媽了 因為那個時候她就是念完master 然後爸爸媽媽來參加她的畢業典禮 然後 我們是先去吃一家中國菜 因為我那時候還有在教瑜伽 所以晚上有一堂課要代課 然後我記得很清楚 這個人呢 就把她爸爸帶來上我的瑜伽課 然後我就想當下我想說 oh my god 我們只在一起四天 然後你把你爸爸帶來上我的瑜伽課 然後我們在受訓的時候有一點就是 就是 就是 you have to approach the students with good intention 但是我那個時候就太緊張了 我就覺得我現在就是對到你爸爸 我沒有辦法把它想成是我很單純的一個學生 然後我就很緊張 大概是這樣 她很開心啊 我們有沒有什麼藏著對方的小秘密 如果有的話是想忘記 忘記說 講到這個我覺得還有一點我們兩個可以維持遠距離的原因 是我們蠻相信對方的 就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如果你今天沒有辦法 全心全意的去相信這個人 然後你也讓別人全心全意的相信你的話 就我會覺得蠻困難的 如果我今天跟一個關係很好的男生朋友出去吃飯 然後可能會喝一點酒 我也會跟他講 會跟他講的原因是因為我坦蕩蕩 然後就是他也知道不會怎麼樣 他跟兩個女生朋友出去吃飯喝酒 我也覺得就OK 因為我也知道他的態度 然後他的為人這樣 一眼的手比Cynthia大很多嗎 還好啦 這樣 見面 誰去誰那邊會怎麼決定 也沒有怎麼決定耶 就輪流 嗯 有一點輪流感覺 然後偶爾去別的地方這樣 我的工作算是稍微比較彈心一點 就是我要請假我會比較好安排 然後一眼的話 其實他一年的假其實也還蠻多的 所以我們會事先先去敲說 是不是每個月他都可以安排一天的假 可能是我會去找他 或是他會來找我 或者是我們就一起規劃一個小旅行 可能去 韓國啊 或是我們之前去過香港 然後 上海 上海 緬甸 對 就是不會說好像長時間只有一個人 要飛這樣子 會干涉對方做決定到什麼程度 intervene 喔 我覺得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們兩個的人生現在都還有其他的目標 所以感情不會是我們的第一位 應該這樣說 如果我今天沒有辦法把它當作我最優先最優先的順序 我也不能夠要求你把我放在最優先最優先的順序 嗯 這種感覺 當然你對我來說還是就是很重要的一個人 很重要的一個存在 可是我覺得第一次對對方有這樣子的包容跟尊重 然後走一步算一步嘛 嗯 對就像他有要去念書的打算 其實對我來說也是有小小的打擊 嗯 因為如果他只有真的申請上然後去念書的話 可能是可能四年可能是五年 然後會在美國就是很遠的地方 所以到時候會怎麼樣 其實我現在也說不準 嗯 可是我就會覺得我還是要尊重他的選擇 嗯 然後你想要去很多地方 對 我也會想要去其他地方然後體驗不一樣的東西 這個他也都知道 所以我們也在協調說 我會看怎麼樣可以更好 最後一個問題是 我們兩個出門的時候花費會怎麼分 這個我們兩個很早就有一個共識 嗯 我不是一個什麼都一定要男生付的人 但是我也不會一直逞強說什麼都要我付 所以我們最後的結論就是 在日本的時候我付 然後在台灣的時候Synthia付 然後在Hong Kong的時候Synthia付 然後在加拿大的時候我付 然後如果是去一個 Foreign Country的話 就是我們兩個 對就隨便 就是你付一餐我付下一餐這樣 就沒有 誰有錢 對 誰換的錢現在還有順就誰付這樣 當然這樣子的模式不適用於每一個Couple啦 但是我覺得對我們來說這樣比較輕鬆比較方便 嗯 以上呢就是我們這一次的Couple Q&A 希望有回答到大家的問題 好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吧 掰掰 來 因為那個時候只有我有車他沒有車 所以我就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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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歡你的眼睛 我覺得他的眼睛就是會講話 他的眼睛是單眼皮就是又很大 然後很有神 然後他就是遇到什麼他很喜歡東西 他就這樣眼睛感覺會在發光這樣 在那裡